你敢相信吗? 墨西哥被视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了 最近这些年,其他国家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一直是个热议话题 提到新世界工厂,最常见的是越南、印度等离中国比较近的国家 因为离得近,方便工厂搬家 但有一个国家离中国很远,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呼声也很高 它就是墨西哥 虽然聊起新世界工厂的话题,墨西哥很少被提起 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墨西哥反而比越南和印度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我们都知道,自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后 中国失去世界工厂地位的论调绵绵不绝 该论调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额断崖式下滑 墨西哥近水楼台先得月 接受了相当一部分的来自美国的订单和产业转移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2023年前五个月 美国对墨西哥进口贸易总额突破1950亿美元 超越同期中国的1690亿美元 墨西哥也因此超越中国 一举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 加上西方媒体舆论的宣传 俨然一副要把墨西哥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架势 又穷又混乱的墨西哥 为何会被视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一说到墨西哥 大家首先想到是又穷又混乱 还有泛滥的毒品问题 墨西哥的毒贩都强大到让总统跟他们求和 但是近些年来 墨西哥却被视为能取代中国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潜力股 从客观角度来说 墨西哥的制造业确实有很大发展优势 首先 墨西哥拥有非常充足的劳动力 人口约1.3亿 并且年轻人口很多 当地平均工资2000元出头 人工成本比中国低 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吸引很多美国企业投资 其次 墨西哥的地理位置优越 它和美国有漫长的边境线 很多地方都能建设成通商口岸 离得足够近 可以省去大量运输成本和地缘政治风险 同时 墨西哥有很多优良港湾 优越的海上交通条件 为制造业原材料运输提供便利 从各方面条件来看 墨西哥确实具备很大的世界工厂潜力 背靠美国这个消费市场 制造业发展前景广阔 也难怪美国会大力鼓吹 墨西哥将会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工厂 墨西哥真的能取代中国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 虽然说墨西哥有劳动力丰富 劳动成本低 以及背靠美国消费市场的优势 但想要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难于登天 因为世界工厂可不单单是个名号 背后还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墨西哥国内政治环境混乱 毒品泛滥 对国家发展形成阻碍 另外 墨西哥国内产业链并不完善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 靠的就是全产业链 制造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国内工厂都能提供 但墨西哥不同 他们需要从外国购买原材料 比如墨西哥城的普斯洛工厂 销售总监普雷斯伯格曾坦言 所有基础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 因为墨西哥没有供应商 这一点和越南 印度等 被美国炒作成新世界工厂的国家一样 制造业背后的供应链 绕来绕去 最后还是中国 在提供零件或者原材料 光是原材料或者零部件 不能自己生产 足以成为墨西哥制造业发展的最大阻碍 所以说 墨西哥取代中国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只是美国的炒作罢了 最起码短时间内 这种说法不会成为现实